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隨著科技的進步 詐騙手法不斷熱心躍躍 嚴重影響國人的生活 打詐不只是國人非常關注的議題 更是政府全力投入的重要工作 今年政府進一步推出打詐1.5的方案 對詐騙犯罪 我們整個跨部會 跨領域的力量 來進行上游清源 跟下游清淤 同時我們也完成了打詐無法的修法 從技術面到法制面 持續強化升級打詐的力道 今天我們一起來到這裡 除了要勉勵我們辛苦打詐的同仁 同時也是要向國人朋友報告 今年上半年 政府在三大面箱上打詐的執行成果 第一 在防堵詐騙的部分 針對常見的詐騙手法 像是利用電話和簡訊 來假冒親友 銀行 網購業者等 政府結合電信業者 執行停斷話 落實審核門號申請辦理 掃蕩詐騙集團的化物機房等等 來減少被害的案件 從今年1月到6月 我們一共攔阻超過393萬則詐騙的簡訊 在剛剛檢訊中 我們也看到一個案件 是警方發現了合法的簡訊公司 掩護詐騙集團 發送詐騙簡訊 警方就立刻以停話方式來處理 我們查過的嫌犯 車手總共有42位相關人士 另外 境外電話詐騙也是很常見的手法 今年上半年 我們從源頭攔截加886的電話 2到8的境外電話 總數超過1,135萬通 政府也藉由通傳會 NCC 和電信業者合作 新增男主機制 從今年6月開始 境外詐騙的電話也已經大幅減少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希望讓民眾接到假冒親友 或境外電話詐騙的機會 能夠越來越少 第二 在阻斷詐騙的部分 我們積極阻斷了詐騙金流 減少人民財產的損害 政府已經和全國36家銀行業者合作 建立境外賬戶的預警機制 另外 常有民眾因為被詐騙而到銀行會館 警方也和銀行加強合作 今年上半年 在銀行林貴攔阻民眾受騙的總金額 超過了26億元 第三 在懲署詐騙的部分 警察同學全力以赴 增獲多起重大的詐欺案件 清除犯罪的源頭 今年的上半年 我們警察同學超過詐欺集團 超過5900人 其中 國人非常關心 遭詐騙集團 私刑拘禁的這些案件 過去一年 我們超過了犯嫌716人 救援492位的民眾 所以 我要感謝警察同仁的付出 我要告訴大家 雖然政府 近年來實施打炸1.5方案 已經逐漸發揮成效了 但是 詐騙的樣態很多 而且變化快速 我們絕對不能鬆懈 也必須持續地積極打擊詐騙 我要再次強調 提高打炸的成效 必須整合跨部會 跨中央地方 跨民間政府單位的力量 以及全國人民共同的合作 在這裡 我要向全國人民宣導 打炸6個部 詐騙 走無路 這六個 第一個 要求先匯款的 不要給 臉書沒難勾勾 不要給 網路交友借錢 不要信 混賺不賠群組 不要加 收到公民簡訊 不要理 要求給各資的 不洩漏 最後 我要再次感謝 我們全體的執法單位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持續精進調整打炸政策 協助國人減少接觸 減少誤性 減少損害 來守護社會的安全 謝謝 謝謝大家